大家好,我是陶先生 如何通过嘴唇来看一个人靠不靠谱 面相学中,口为言语之门,成为情欲之所 下面我们将从八个方面来对咱们的嘴唇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,双唇饱满,嘴巴大的人,精力旺盛,心胸宽广,言而有幸 但是如果双唇太厚,则嘴笨,不善言词 二,双唇薄的人,比较现实,薄情,但口才特别好 但是如果太薄了,就会翻脸无情,而且心很手辣 三,上唇薄,下唇厚的人,个性孤僻,固执己见 特别的抠门,视钱财如命 四,上唇厚而下唇薄的人,能说会道,喜欢撒谎 经不起诱惑,而且很喜欢走偏门 五,地包天的人,也就是下嘴唇包上嘴唇的人 头脑灵活,精于算计,但是容易花心 六,雷公嘴,就是上嘴唇包下嘴唇 性格孤僻,易禄,不能安心做好一份工作 七,双唇一条线,几乎看不到嘴唇 这种人比较喜欢耍小虫鸣,心眼小 八,上下嘴唇合不拢,嘴歪此路 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人